好,我们看看这一段 那么,wild data 好,因为我们data这边复制的是一个非空的字符串 所以这一句肯定是真 然后呢,我们就从这个文件里面 读两万个字节 然后读完之后呢 把它再进行后续的操作 好,如果我们这个文件长度小于两万的话 那我们读进来的肯定是一个小于两万的 所以我们要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alance小于两万的话 那么我们大于零小于两万的话 那么我们还要进行一些操作 就是把它补到两万 那么这个是因为它解码的时候 这个缓冲区域的问题 那么如果你小于两万的话 它播放的时候会有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 再进行下一次判断 如果data的长度是有效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获取这个data了 然后此后呢 就这是个获取的帧数 mp3文件的这个格式 大家不了解也可以 这个不必太细究 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文献读一读 那么对于每一个每一帧文件 好,如果我们的解码器不存在 我们的解码器呢 最开始是我们在这边定义的 它就是不存在的 如果不存在的时候呢 我们就使用 pure audio自己的这个解码器 然后再把每一帧数据进行解码 使用我们自己的这个解码器 解码器对每一帧数据进行解码 解码完之后 如果数据有效 好,这个已经嵌套了很多层了 再判断一下这个output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波音相关的这个部分 如果它没有的话 因为我们前面设置的是num 所以它一定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就 给它复制一个 复制的话这边已经好长了 看不见了 复制的时候这个 sample rate 就是从我们这个 每一帧数据里面读出来的 然后audio frame channels 这个通道数 还有这个 这个应该是这个 嗯 每一个采样的这个位长 应该是16位 我理解应该是这样 好 然后我们继续看 那如果是这个的话 那么就把这个播放 嗯 output复制完了之后 就play这个frame 好 好是吧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一行呢 就 我再缩进到if下面了 好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个vile是跟这个 呃 for循环一致的 所以呢 我们 减少一下这个缩计 ok 在这里 那么如果这个output在playing 我们就稍微的延迟一会儿 那么 time.sleep 0.05毫秒 就等着放完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程序 呃 到此呢 就已经 结束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会把我们这个 整段文件播放出来 好 我们看一下 天歌 科幻世界 好 因为我们这个time呢 没有定义 所以呢 这个程序 只是一次循环 到了这里 就已经异常退出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time 导进去 然后把这一 把这一些再重新敲一遍 啊 刚才好像是出了点问题 那么我们 把这个先复制下来 保存 Crit掉 重新再开一个窗口 好 刚才没有导入这个time 这个扩展包 哎呀 导致我们这个敲了半天 都白费了 pnmedia.mixer rise mixer wise there parse is parse 我们把这一坨交过来 OK 这还麻烦了 算了我把这一段复制下来了 然后再直接调用它 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 好,又忘了导入这个time了 好,最后我们直接调用这个playAudio 那么调用之前先给这个firepass 取一个名字 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路径 同样的把这边反斜杠的问题处理掉 好,那么这个呢就不要了 我们直接调用这个 因为这个文件比较长 那么这就是使用python播放这个mp3的这个过程 它会循环读取直到把整个文件都播放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把这一段程序 那么添到我们的这个 草案树的这个处理当中 我们这一步做完之后 实际上就是 这个mp3文件已经传到我们这个 已经存到我们这个文件所在的这个路径下面了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函数 playAudio这个函数给它复制下来 好,放到我们这个全局的这个区域 然后一定不要忘了在这儿 import一下这个time 不然这个程序里边这个部分没法执行 好,完了之后呢 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调用它 在这里我们保存完这个语音之后 那么就在这个地方 直接去play这个audio 那么这个filepath呢 我们给它传一个 就刚才那个名字 这个路径 再给它传一遍 你给它unicode啊 或者是直接给它自传都无所谓 因为我们这个都是英文路径 好,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 就直接点吧 你好,百度语音 OK,这个我们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就是让它按照我们的这个意愿去合成 然后再转化 那么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这个字串非常长的话 它实际上是会卡死这个GY的 因为你是在这个按钮的参数里面执行的这个播放 好,我们这个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 一般会采用这个多线程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里面再开启一个线程 那么解决这个方法呢 实际上我们就从这个 我们经常用的这个类里面 这个threading这个类里面 去编写一个我们自己的类 然后呢 好,可能时间有点紧 我这边就直接复制了 然后呢 继承一下 造一个我们自己的类 然后在这个上面通过这个多线程的方式 去播放这个音频文件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文件就不会被卡死 GY就不会被卡死 在这里 好,我们在这边呢 就到我们的这个程序里边 把这一段直接播放的给它注视掉 那么就用这个 线程的方式去播放这个MP3 这样这个GY界面就不会被卡死 这就是我们下面要介绍的这个 在草案树中 开启新的线程 播放MP3 解决GY卡死的这个问题 好,我们来实际的看一下 你好,百度语音 好,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输入很多很长的这个字符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在这里输入这么长一串 那么点试听 天歌 科幻世界杂志 1999年6月第六期 沃纳大书站在船头 望着大夕阳平静的海面沉思着 它很少沉思 以外界面 总是不用思考 就知道怎样做 并不用思考就去做 现在看白事情 确实变难了 解决这个GY卡死的问题 完全不是媒体所描述的那种恶魔形象 那么 而是一副圣诞老人的样子 我们也跟他说完了 这个 除了那双犀利的眼型 把这个现成截止掉 那么到此为止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 介绍的这个两个内容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一个是使用这个Python播放MP3文件 另外就是多现成处理 防止这个GY卡死的问题 好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